青甘烈阿姨,今天有營業嗎? 哈克,你要點什麼? 我想有一份烏魚子拼盤 哈克,等一下,烏魚子一份 阿弟,給你,這是你要的烏魚子拼盤 這樣弄到 哈哈 哈克,歡迎夏日的到來 在高砂巨跟高砂深山之後 接著就是它的到來 沒錯,就是雞山山敲行蟲 它的外型非常的可愛 它頭上有一個像米老鼠一樣的大耳朵 它頭大大的 身體跟頭也不成比例 雞山生長在中低海拔的森林裡面 海拔大概是五百到兩千公尺左右 常見於北部、中部、東部 也其實也不算非常少見的敲行蟲 出現時間大概是五月底到八月 但八月會非常的少 幾乎是零 但傳聞 我們在八月還可以看到超大個體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 他們常去的餐廳在哪裡 就像 台灣肥腳一樣 一整群的 昆蟲在那邊覓食 好啦,恭喜我們到了他們的餐廳 雞山山最愛的青鋼粒了 不只有牠 還深受其他昆蟲們的喜愛 像是蝴蝶、獨角仙、虎頭鳳、蒼蠅都愛 我也很愛 很多人都愛 因為牠們的果實很可愛 有押韻耶 好了,車遠了 我們等等來窺探他們的生活隱私吧 這棵樹就是青鋼粒 這棵樹就是青鋼粒 樹葉有明顯的聚齒狀 我很喜歡這種葉子 很漂亮 上面會有一些昆蟲在吃飯 有沒有看到 等等再補一顆鏡頭畫面 有一隻寄生山正在餐廳顯晃 雖然不知道牠要去哪裡 青鋼粒 明顯是個狠角色 可以招待很多種不同的生物 不只有牠的樹翼 不只有牠的樹翼 葉子也會有不少的昆蟲去覓食 就連果子也會有很多野生動物去食用 但果子是真的很難吃啦 酸酸澀澀的 第一次看到俏行蟲為了吃東西去提其他客人 還蠻好笑的 接下來是個拉近距離的觀察時間 等一下會有很酷的畫面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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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我們今天第一位受訪者 雞山山敲行蟲 大家最想看的酷酷畫面來囉 因為沒有錢買空拍機 所以只有這樣的畫面可以觀賞 有哪位官爹可以贈出我 看看第二位上鏡頭的會是誰 是燒金龜 這個地方季節對了就會有扇角金龜 第二波起飛開始 一隻雞山從網子的破洞滑出來 醬肉 醬肉 是雞雞忍者參戰 青鋼粒有一些會因為病變而長出像腫瘤的突起物 我們統稱為樹瘤 昆蟲們的嗅覺很敏銳 這些突起物會分泌樹液 會吸引很多種昆蟲到來 就像你們剛剛看到的那種畫面一樣 一堆昆蟲在上面競爭 甲蟲們的約會地點幾乎就是在上面完成的 青鋪在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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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